国产手机在非洲的套路太深了 霸占整个非洲手机市场的 竟然是一家中国不知名的手机品牌 它叫传音 在非洲整个手机市场独领风骚 而在我们国内 你是不是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手机品牌 传音品牌进入非洲市场的时间 其实并没有太久 但它的口碑却一路飙升 销售量远超苹果等国际品牌 在非洲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手机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它将我们国内的运营模式带到了非洲 当时非洲的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传音为了快速占领市场打造宣传 就运用了我们国内最早期的广告宣传方式 在各大电视台投放了大量广告的同时 街头 巷尾 电信杆和墙面 也被很好地利用了起来 贴满了传音手机的宣传单 做到了广告图片无处不见 街头巷尾播放的广告音乐 也成了洗脑神曲 就这样传音品牌一下被广大市民得知 第二步便是消费者的体验感的提升 我们都知道 非洲人的肤色都是黑色或者深棕色 这就导致他们在黑夜中自拍 是根本看不到脸的 就算当时几大国际品牌的手机 也只能拍到他们的白牙齿和白眼珠 为了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 传音公司组建了特别研究组 搜集了大量本地居民的照片 进行了深程度的图片分析和面部解读 最终通过对牙齿和眼睛来进行定位 做出特效美颜效果 把他们的皮肤拍成柔美的巧克力色 彻底让非洲朋友迷上了自拍 那么除此之外 传音手机还做出了更加人性化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